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死前最后的记忆,定格在一张扭曲的脸上。 肖册退去帝王的沉稳,像个孩子似的赤着脚走来走去,语气寄喜且悲。 聂应玉,你也有今天。 当日你害死我毕生挚爱,就该料想到自己会有今天。 胸口传来阵阵钻心的剧痛,我扑得吐出一口血。 我和肖册年少相识,互相扶持,携手度过无数腥风血雨,才换来世人口中的一句避厚情深。 我竟不知,他还有个被我害死的毕生挚爱。 怕我死不瞑目,肖册贴心的俯身附在我耳边笑道, 当年你抢了春堂的解药,才得以苟活至今。 我便命人日日在你饮食里下药,这十年如一日地穿心毒,滋味如何呀? 我睁大眼睛死死瞪着他,星田的液体渐渐溢出喉咙,只能发出模糊的阴结。 你,肖册满意地欣赏着我震怒的神情,良久,他缓缓直起身,语气嘲弄。 来人,给朕一把火烧了这里,连同这个女人一起烧干净, 朕要她生不入史册,死不入后土,永世不得安宁。 从今往后,聂家唯有一位皇后,那便是聂春堂。 最后一缕鲜血自我唇边一出,我在她仇恨阴冷的目光里断了气。 不甘心,真的好不甘心。 我在皇后的位置上盈盈狗狗数十年,被无休无止的后宫争斗耗尽了最好的年华。 难道我穷尽,毕生心血捍卫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给她做嫁衣吗? 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千娇百媚的美人面,我的妹妹聂春堂。 肖册的毕生挚爱,居然是她,真是可笑,只可惜我死得太快。 快到我还没来得及告诉肖册,她的春堂不仅还活着,绿帽子都给她戴了好几层楼那么高了。 再睁眼,映入眼帘的是金碧辉煌的大殿穹顶,气氛胶着僵持, 殿内闻五百官黑压压的跪满一地,他们齐声高呼着,请陛下救皇后娘娘,请陛下早做决断。 指甲狠命掐入掌心,尖锐的痛楚令我混沌的意识瞬间清醒。 如果眼前这一切不是在做梦的话,那么我大抵是回到了那一日。 那天,原本是我被肖册立为皇后的日子,作为最不被看好的太子人选之一,肖册还未成年时便被先皇派去西北历练。 西北苦寒,我与他守成三年。 在这期间,我们携手共退敌军数十次,是战友,亦是知己。 所以,待他坐上皇位后,下的第一道旨意就是封我为后。 不光是为了我这个人,更是为了收回我手中的权利,以及拉拢我背后的武将集团。 这桩婚事在南州是人人传颂的美谈。 唯独我的妹妹聂春堂哭得很大声。 在她看来,她和肖册才是在京城里一同长大的青梅竹马。 我一个诗文不通的野蛮女子抢了本应属于她的皇后之位。 而我仰仗的,不过是自小跟着父亲沾光的战功罢了。 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比我差,她偷了父亲的兵符,跑到两军边界之地叫嚣。 意料之中的被敌军升勤。 当晚,敌军细作便借兵符甲传军令,引得整个西北方寸大乱,连夜被敌军攻下两座城池。 聂春堂捅下了天大的篓子,更麻烦的是,敌军将领放出了话,必须要见到聂家的女将军才肯放了她。 我的战功赫赫,亦是敌军的白骨累累。 先人恨不能将我挫骨扬灰,父亲不是不知道,可他仍然能大言不惭地对我一番说教。 应遇,倘若今天被擒的人是你,为父自然不必担心。 可唐儿毕竟跟你不同,他身子那么弱,自幼被养在深闺里,又是刀都拿不动的年纪。 我冷冷一笑,反唇相激道,他什么年纪? 父亲难道忘了,我在他这个年纪? 早就当贼寇,平内判,收复三成了。 父亲见证不过我,转而开始卖惨,我戎马半生,只得了你们两个女儿,如今你妹妹惨遭劫持,性命垂危,你叫我死后如何闭眼? 我打断他的话,父亲正直壮严,又有那么多的妾室,何愁将来没有儿女? 父亲勃然大怒,当场拂袖而去,扬言再也不认我这个女儿。 其实他何曾拿我当过女儿? 他做梦都盼着有儿子能延续武将荣光,我便放弃琴棋书画,改学兵法刀剑,自问从来不比任何男子差。 可聂春堂只是躲在父亲身后,拿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望我两眼,父亲便会拍拍他的背,顺便再呵斥我一句。 你别欺负你妹妹,她可禁不住你下。 父亲宠她,将她宠得无法无天,所以哪怕她闯下这样大的祸事,她也舍不得责备半句。 肖策听我说完,沉默半赏,将我搂进怀里轻声安慰。 先帝多子,我也是白身正出的军功,一点点走到如今的位置。 应遇,我们是同类,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 待安抚好我后,肖策又委婉劝我,须以大局为重。 聂二小姐虽然刁蛮任性,但说到底也是你亲妹妹。 既然那边指明了要你去,你便走这一趟吧。 应遇,没人比你更熟悉失守的吴城和叶城了。 其实不用他说。 聂春堂当然死不足惜,但被他弄丢的叶城是我自幼生长的地方。 叶城失守,百姓死的死,逃的逃。 我无法说服自己,在这种时候,坦然地封光大驾。 只是当时的我竟然没有丝毫察觉, 肖策那声看似疏远的聂二小姐里, 其实包藏着一个少年天子最深的宠溺与爱怜。 我摘下凤冠,不眠不休地跋涉千里,终于赶至西北。 事态远比我想象得更加严重。 由于先前被突袭,加之两成的丢失, 我方伤亡惨重,战力大不如前。 可供调配的兵马,简直少得可怜。 京城内,肖策刚刚登基,根基未稳, 又有废太子的势力虎视眈眈。 眼下绝不是开战的时机, 只能暂时缓兵谈判。 曾经与我相熟的武将基本都已阵亡。 新任边陲将军思难推托要重修防线, 调不出人手。 无奈之下,我只能启用涅斧斧兵。 我的目光略过他们每一个人熟悉信赖的面旁, 心却在止不住地下坠。 自从三年前我回京准备婚事后, 每天都要受宫中理官的约束教导, 已经三年都不曾摸过刀剑了。 所谓的谈判注定是一场悬殊的博弈, 可我却不得不去。 聂家世代镇守西北, 是西北百姓心中的守护神。 聂家的女儿落在敌军手里, 士气和民心会一路跌到底。 到了谈判那天, 险军不知从哪儿窃支了我们的行军路线, 竟埋伏在山间试图将我们一网打尽。 府兵虽有准备, 但敌不过险军部下的天罗地网。 最后,由我亲训的三千亲信尽数战死。 而我带着聂春堂九死一生, 一路惊险, 却还是不幸双双中了先帝的毒账。 解药,唯有一颗。 我回过神, 就见肖策凝神垂眼, 默然立于大殿中央, 不说话,也不动作。 其实上一世我就该明白的, 他要是真想救我早救了。 之所以拖延这么久, 只不过是在等一个人为聂春堂说话。 他在顺水推舟救下他, 不至于落得一个独断专权的恶名。 他真是既要又要, 令他失望了。 此事本就由聂春堂而起, 况且我如今已是天下人皆知的中公之主。 谁敢替聂春堂说话? 谁又愿意替聂春堂说话? 陛下, 请快些抉择吧, 娘娘快不行了。 拜臣重复道, 请陛下救国母, 生如山响, 字字气血。 肖策却仍然冷眼旁观, 不为所动。 直到一旁的聂春堂哭着磕头, 形容狼狈, 敌术有别, 堂儿自知不如姐姐重要, 请陛下救姐姐。 设堂儿一个不怕的, 他倒是聪明, 只字不提自己犯下的错事, 反而一味地强调敌术。 这较同样是述出又不受重视的肖策, 怎么忍得住不怜惜他? 果然, 肖策身形微微晃动, 牟底浮现一抹痛色。 堂儿, 朕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聂春堂乌叶着继续道, 姐姐是首家卫国的将军, 春堂不过是区区命贱的庶女。 肖策立声打断他, 情急之下喊出了上一世不曾说过的话, 聂应遇如今连府兵都尽数战死了, 他还算什么将军? 此话一出, 肖策立刻意识到说错话, 半是仓皇, 半是心虚地撇过来一眼。 心脏涌上尖锐的痛意, 脑海中回忆起惨死的三千将士, 他们每一个人都曾与我和肖策并肩作战过, 却没想到肖策表面与我们称兄道弟, 背地里盼着我卸下兵权。 至于那卸不掉的三千府兵, 哪怕死了都比活着好。 连想到新任将军四南本就是他的心腹, 我不禁浑身发凉, 肖策的阴毒与无耻, 真是远超我的想象。 实在忍不下去了, 我踉呛着站起身, 一把从御医手里抢过唯一的解药。 肖策大惊失色, 死死盯着我, 狭长双眸中迸发出无限恨意, 聂应欲。 你若敢私自服下, 朕绝不饶。 他的话还未说完, 下一刻, 我便将那黑豆大小的解药 丢进聂春堂嘴中, 瞅准时机对准他的胸膛拍下一掌。 满朝震惊, 肖策呆傻地站在原地, 就连夜春堂也忘了哭, 愣愣盯着我。 我再也支撑不住, 倒在地上, 满地扑就得鲜艳裙摆飘摇。 肖策目自欲裂, 疯了似地朝我跑来。 他抱起我, 眸光阵战, 喉咙里发出不成样子的 破碎呼喊声。 应玉, 你, 你为何这么傻? 我并非要你死。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我笑了, 我还不了解肖策吗? 他最爱的, 就是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的死人了。 这辈子, 也该轮到聂春堂尝尝尝他的薄情寡义, 寡怜贤耻了。 尽管没有所谓的解药, 我也没死。 上一世, 机缘巧合下我才得知, 所谓的毒障, 其实只不过是先祖特有的一种碧气散。 中毒症状为碧气七日, 状若猝死。 但无论有没有解药, 我们都能活。 聂春堂背秦的那些日子里, 早与那先祖的七皇子暗生情愫, 他不敢背上叛国通敌的罪名, 于是谋划着借壁气散脱身。 同时, 他还不忘设计这一出让解药的情深戏码, 好叫我和肖策从此夫妻离心。 让成了, 他金蝉脱鞘, 做他的先祖王妃。 让不成, 他伺机对我下手, 说不定还能取代我, 做萧策的皇后。 无论如何, 他都不输。 真是好心机, 好手段。 这就是父亲口中 那个刀都拿不稳的柔弱女儿。 上一世, 我被困在深宫后宅, 每日只能望着 四四方方的天空出神时, 他却和敌人在仙族的草原上驰骋欢心。 真是讽刺。 宴气前, 我拼尽全力在侍女柔家的手心里写下一个字。 生, 好不容易重来一次, 我一定要逃离后宫这个牢笼。 至于我和萧策的这笔账, 来日方长, 我慢慢跟他算。 七日后, 远在千里之外的无城王账中, 我在昏睡中察觉到咽喉正被一只铁掌死死钳柱。 睁眼, 一个陌生男人居高临下地垂眼看着我。 久仰了, 聂家的。 他手掌下移, 语气玩味中透露着一丝嗜血的兴奋。 女将军, 是我, 我攥住他的手腕, 试图为自己流出喘息的余地。 被我握住的那只手微微一顿, 他的声音多了几分冷意, 丧家之犬居然一点也不胆怯。 已经落入你手, 胆怯又有什么用? 不愧是聂家人, 果然好样的。 他勾唇冷笑, 将手抄到我背后, 一把就将我从棺材里拎了出来。 或许是没想到我竟然毫不反抗, 或许是没想到我的身体居然如此雷若, 他诧异地挑了挑眉。 我在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早知如此, 就不当什么皇后了。 连饭也不能吃饱, 用哪来的力气反抗? 我在和他面对面对峙时, 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样子。 身眼高鼻, 轮廓挺拔流畅。 想必他就是那个 对聂春堂情根 深重的七皇子所伦吧。 上一世, 就是他助聂春堂假死的。 如今, 这个死的人换成了我, 聂春堂自然知道我死不了, 便沿用上一世的法子, 悄悄将我送到了他手中。 怎么办? 摆在我面前, 全都是死路。 我轻轻凑近索伦, 就在他以为我会吻上去的那一刻, 我偏了偏头, 朝他露出柔软脆弱的脖梗。 当然。 殿下, 我并不比二小姐差。 索伦眼中闪过一丝 被戏耍得恼怒, 他一把掐住我的下颌, 几乎是强迫性地 让我抬起了头。 这个姿势太过耻辱, 压抑已久地杀意 险些喷勃而出。 索伦英智的目光 缓缓扫过我的脸。 他很快就捉住了我话中的漏洞。 二小姐, 你是指聂春堂。 我低下头, 努力思考着对策。 索伦却一把 攥住我的手腕, 仔仔细细地一寸寸 摸索着我的手。 下一刻, 他将我重重甩开。 你们汉人最重敌数, 聂应欲怎会管 自己庶出的妹妹 叫二小姐。 况且, 你的手甚至没有 一丁点习武之人 该有的茧子, 说, 你到底是谁。 不说也没关系, 我便叫人 把你扔进军营里, 那可多的是 没见过女人的兵痞子。 我急忙跪下磕头, 求您不要。 情急之下, 这求饶声依旧婉转交窃, 连我自己听了 都起鸡皮疙瘩。 索伦却是很受用。 他半蹲下来, 邪气地用拇指 抹扎着我的唇瓣, 那就说说, 你到底是谁。 下定决心般, 我闭上眼, 一口气吐了个干净。 奴婢, 奴婢原是大小节的替身, 自十岁起便追随大小节。 他们都换奴婢, 像奴婢这样的替身, 府里养了十几个。 馋, 完金馋脱窍吗? 索伦眼底略过一丝冷意, 你们家小姐可真狡猾呀, 难怪。 人人都到那孽应欲丑如罗刹, 可指小儿夜提, 又怎能与你这种游物相较。 感谢无稽留言, 我略带哭腔道, 奴婢虽然命剑, 只是匍匐在小姐身下的一个影子, 却也不愿枉死辜负自己, 求殿下放奴婢一条生路吧。 沉默让整个王帐的气氛紧张, 到了极点。 帐外, 有待宰的牛羊, 发出阵阵绝望的哀嚎。 不安似蛛丝般, 蔓延至似之百骸, 我伏下身去, 痘大的汗珠顺势跌落在壁。 索伦痴笑一声, 这就吓哭了, 没用的废物。 此时, 正逢索伦的探子近来回禀, 砰砰作响的心跳声, 犹如惊雷乍响在耳边。 我一字一字盯着探子的嘴唇, 默默分辨他说的仙语。 南州并无国丧, 南州皇后昨日还与那皇帝完婚了。 索伦猛地站起身, 难掩失望与焦躁。 费了这样大的功夫, 居然又中了他的计。 可恨! 我不敢抬头, 感受着他灼热而又充满恨意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突然有点想笑, 我怎么忘了? 萧策这个废物, 不会也不敢在皇位还没坐热的时候, 顶着沙功臣, 毒发期的罪名宣布我的死讯。 除非他不想要他的江山了。 民间本就有他是篡位废太子的流言, 若登基的第一个月, 皇后便暴毙, 不正说明了天命不佑他这个皇帝吗? 只要他稍微动一下脑子, 就一定有法子可以伪装我还活着的假象。 收敛思绪, 我再次跪下。 殿下, 奴婢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 你, 索伦不屑地痴笑一声, 本王还是会让人将你丢进军营的, 谁叫你是虐应欲的人, 只要是他的人, 就都得死。 话音刚落, 他的侍从殿立即上前, 一左一右地狠狠压住我的手臂。 行急之下, 我高声喊道, 大军粮草短缺, 难道殿下就不想知道解决之法吗? 先族作为马背上打天下的游牧民族, 近些年靠着烧杀抢掠周边的国家一路扩张, 却依旧没能改掉依赖畜牧的生活方式。 于是, 连绵不绝地战火使得行军粮草成了最大的问题。 偏偏先人最不擅长的便是耕种。 不然也不会每每谈判的时候, 先族都在妄想他国向他们进贡大批粮草。 每治一成, 他们最先做的事便是掠夺土地, 抢占粮仓。 如今, 他们乍然攻破两城, 却并无熟悉本地气候的耕种人才。 此时又正值播种季节。 我的这句话。 微妙又准确地切中了他的心思, 不待他回答, 我又补充道, 奴婢自幼是在田间地头长大的, 在那里讨生活。 几时下种, 几时浇水, 豆子寒露使连沟, 地瓜带到双将收, 这些全都是奴婢必学的本事。 如若殿下不嫌弃, 奴婢自当尽力一事。 索伦眉眼谨咒, 你图什么? 请殿下许奴婢苟活。 他回过身, 黑沉沉的眼珠意味深长盯着我, 像急了伺机而动的秃酒。 很好, 我被带到了无成粮仓。 当年我曾下令, 如有成破的那一日, 无论事态多么紧急, 必得派人烧毁粮仓, 绝不能留一束一米给敌人。 这里触目惊心的断圆残壁, 似乎在默默地回应我, 他们做到了。 那人死得可惨了。 什么? 索伦细谑地观察着我的反应, 慢条斯理道, 我们的人抓住了那个纵火的南州人, 居然只是个半大的孩子, 嘖嘖, 可怜见的, 边被剥皮抽筋, 边喊着聂姐姐救我呢? 半大孩子。 那些年接触过的, 无数稚嫩的脸庞在脑海中迅速掠过。 心脏宛如被活生生挖出一块, 我用尽全身力气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当场失态。 殿下别说了, 奴婢害怕。 索伦笑了笑。 怕什么? 一月为期, 种不出东西, 我送你下去见他。 我垂下头, 竭力掩饰浓烈的恨意, 遵命。 因为粮仓被烧, 索伦的军师建议派一小队人马混进商队, 去往南州买种子。 索伦思考了一下, 点头同意, 又指着我道, 选种子是第一要紧事, 你也同去。 他自然不是担心其余人选不出种子, 而是打算试探我的忠心。 我提起警惕, 应了声势。 走出王帐时, 我听见身后有人议论, 听说这女子是王爷新宠, 原来是南州人。 南州女子, 这样大摇大摆地出入王帐, 简直不知廉耻。 呵呵, 商女怎知亡国恨? 要她知廉耻, 我看你还是太为难她了。 我低着头恍若未闻, 直到索伦将手按在我的肩膀上。 我硬生生地止住了还手的本能。 下一刻, 只听咔嚓一声, 我的手臂以一个非正常的恐怖角度扭曲着。 她折断了我的手。 意识到这一点, 我的眼泪紧跟着掉下来。 殿下这是做什么? 好疼。 惶惑、 惊疑、 痛苦。 我像把自己完全抽离出来, 全心全意地揣摩着 禅应当是怎样的表情。 索伦漫不经心地抚了抚我的脸, 放心。 只是脱旧而已, 等你种出粮食的那一日, 本王会请最好的医师为你救治。 对习武之人来说, 脱旧确实是家常便饭, 甚至习惯性的脱旧根本用不上医师, 自己就能接好。 可是现在的我, 是碾死只蚂蚁都会害怕的柔弱女子。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索伦带着一行人, 乔装打扮成行商的样子, 打算就近混进一座边陲小镇。 行智半途, 探子火速来报。 他那个攻占了夜城的同胞哥哥, 三皇子英宅急召他过去。 我猜, 这又是他的一次试探。 果然, 他人虽然走了, 留下来处处监视我的爪牙, 却是更多了。 每当我与商贩交谈时, 他们便会格外留心防范我的一言一行, 甚至不允许我用手摸一摸种子。 因为要买的数量实在太多, 小镇的村民凑了一整天, 才勉强凑齐了量。 这么一搭物, 直到两天后, 我才终于带着一车苏米种子和农具 回到了吴城。 索伦赫然就立在城墙上。 他冲我大笑, 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若是聂应玉本尊, 到了自己的地盘, 自然有一万种方式可以逃。 如若我真逃了, 他大概会立刻现身, 然后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可我不但没有一丝逃的意思, 反而还带着种子和农具满载而归。 这终于叫他感到稍稍安心。 奴婢回南州也是一个死, 所以绝不会逃。 索伦满一点头, 你倒是识相。 他不知道的是, 从我被他抓住的那天, 一个大胆的计划 便在我的脑中成形。 与其如败家之犬般仓皇逃命, 不如就赌一把。 我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杀光他所有的人马。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和仙人一起耕地松土。 我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将种子浸泡在水中, 带到发了芽, 再将它们一起撒进无成的土地里。 其间, 我错位断掉的骨头始终得不到纠正, 手臂很快变高高地肿起, 看起来甚是害人。 到后来, 我连衣袖都无法穿了。 仙人的老医师好心想要替我医治, 被我婉言谢绝了。 索伦不开口, 我若擅自做主, 只怕会引来猜忌, 甚至是招来杀身之祸。 直到煎熬半月后, 我的整条手臂变成了青涩, 已然是废了。 索伦姗来迟, 话里话外 都是藏不住的幸灾乐祸。 嘖嘖嘖, 好好的一只手怎么伤成这样? 还好你不是聂应欲。 他自顾自递道, 本王听说聂应欲的剑术天下无双, 伤了这样一条胳膊。 以后怕是再也拉不开弓了吧? 彼时我已经忍受了半月断臂之痛, 连绵的痛楚令我发起高烧, 神志不清。 我跌跌撞撞地跪下, 口中不断重复着那句话, 请殿下允许奴婢苟活。 索伦淡然一笑, 终于开口命医师救治。 但因为延误得实在太久, 我的手臂已然无法再使上力了。 唯一值得高兴的是, 一个月后, 幼弱的嫩苗便如期在肥沃土壤上迎风飘扬。 仙人纷纷大喜过望。 禅姑娘, 你真神了, 瞧瞧这些宿米, 长得多好。 原来种地竟然有这么多的讲究, 我算是学到了。 有人问我, 姑娘, 看你年纪也不大, 怎么会懂这么多? 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从前, 随父亲在西北束手的日子。 西北苦寒之地, 百姓并不算多。 到了秋收春种的时候, 军队便自发地轮流下地帮忙。 春种腰盲弯, 秋收把歌唱。 那一年, 我种地种得腰都险些断了。 也是在那一年, 我和肖策在勘探地形时迷了方向。 天寒地冻, 不得不到山洞取暖。 我将找到的唯一一点水让给了他。 肖策问我, 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我说, 时君之凤, 中君之势。 他似泄气, 又似负气地偏过头去, 声调压得极低, 还带着隐隐的鼻音,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喜欢我吗? 现在回想起来, 这一切真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仔细算来, 本来也是上辈子。 我抚摸着麻木的左臂, 抬头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 肖策, 你已有家人在侧, 还会想起我吗? 我可是每时每刻都在想你, 想到底应该怎么弄死你。 种子发芽, 以及我的左手被废掉后, 我明显感觉到 所有人都大大的松了口气。 以为我听不懂鲜语的士兵, 开始当着我的面为所调笑。 叛国的贱妇, 这种女人若是我媳妇, 我定将她的头骨制成成久的容器。 再等等吧, 皇子说了, 等这批粮草收获了, 这个女人任我们处置。 嘿嘿, 你说南州的女人会是什么滋味? 到时候试试不就知道了, 人人有份的。 她们看向我的眼神, 轻蔑地好像在看一根随处可见的野草。 我知道她们都在等, 等种下去的种子发芽, 等她们的人掌握浓耕之道, 等她们再也不用受粮食产量的掣肘。 到那时, 我便成了案板上的一块肉, 任她们宰割。 只可惜, 她们活不到这天了。 继续欢呼吧。 用你们的欢呼声掩盖被敲响的丧钟。 三日后, 吴城毫无预兆地突然被围。 黑压压的南州大军将整个吴城困成铁桶一搬, 数据插翅南非也毫不围过。 起初, 仙君还很自信。 南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凑了这么多人驻扎在城外, 想必是动用了这一带所有的力量吧。 他们还以为咱们是曾经的仙人, 只会吃牛羊吗? 简直可笑。 粮草即备, 咱们就是被困个一年半载, 又有什么大不了? 我就不信, 南州还能一直跟咱们耗下去。 可慢慢地, 它们开始慌了。 因为种下去的种子, 一日、十日、一个月的过去了, 仍是绿油油的一片青涩。 行军粮草早已见底, 又因为先前人人都以为宿米将熟。 它们无所顾忌, 连作战的战马都吃得不胜极体。 所轮及了, 毕竟每天一睁眼, 就是数万张嘴在等着吃饭, 他的压力空前的暴涨。 我一边安抚他, 一边每日仍旧装模作样的浇水, 松土。 终于, 当第一个被饿死的士兵出现后, 他受不了。 到底还要多久? 你给本王一个准信。 我为难得皱眉, 按理说早就该成熟了, 今年真是奇怪。 索轮暴跳如雷, 岂有此理。 什么叫按理说? 不能再等了, 再没有收成, 我要扒了你的皮。 殿下少安无躁, 我低声道, 最近军中有意流言, 殿下可曾听说。 什么流言? 说是亡灵作祟, 才会影响作物收成。 索轮双眼赤红, 冷冷地盯着我, 这种鬼话你也信。 恐怕是你为了推卸责任 自己传的吧。 我连忙解释, 奴婢也只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罢了。 连日来的重压 已经让索轮不堪重负, 他放弃思考, 眷声道, 既如此, 那便做场法事祭奠亡灵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等到做法事的那天, 人们惊奇地发现, 供桌上竟然摆着一盆 香喷喷的肉羹。 要知道, 此时的仙君 早已经恶虑了眼。 他们一哄而上, 味争食物大打出手, 抢得头破血流。 其间还不断有人 因过度虚弱和被人践踏, 而一命呜呼。 所有人都在自相残杀, 整个法事现场血流成河, 失山成林。 人间宛如炼狱, 纵使此刻索轮拔刀想阻止 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在最基本的温饱面前, 人无异于动物, 甚至比动物来得更凶猛, 更残暴。 哪来的肉羹? 怎么会有肉羹? 索伦绝望的哀嚎。 声音极其刺耳, 充斥着痛苦和愤怒。 我猜他此刻怎么都不会想起 那个第一个饿死的士兵。 尝到肉的滋味后, 幸存者的狂欢 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城内的人数一天天地减少, 新的坟墓却没有增多一座。 或者说, 这个曾经美丽丰饶的吴城, 此刻俨然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 有人自然死亡, 也有人睡梦中悄无声息地被死亡。 一时间, 整个吴城被笼罩在恐慌的阴影里, 人人自危, 人人害人。 腥臭取代芬芳, 麻木取代希望。 索伦来找我的时候, 我正捧着一碗汤小口小口地啜饮着。 好喝吗? 我点头, 还不错。 我拿起勺子, 没搅动两下, 就看见那浮动的肉块上, 有个肿胀猙獰的莲花图案。 莲花, 在我们先步是象征和平的图腾。 索伦双眼泛着星红, 神情恍惚到了极点。 很显然, 他快撑不住了。 这些天亲眼见证的一切, 彻底击垮了这位养尊处优的皇子。 哦, 我平静地一口吞下, 仍然无法阻止酸涩的滋味在唇齿间蔓延开来。 他再也忍不住了, 一把掀翻我手中的碗。 你不是会耕种吗? 你去啊, 去想办法让地里的粮食快点熟啊。 没用的。 我抬头看着他, 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什么? 他瞬间暴怒, 你在说什么屁话, 信不信老子一刀砍了你? 我一字一顿地说道, 煮熟的苏米种子混合着野草籽, 撒在咱们汉人的土地上, 绝不会长出一根未饱敌人的苗。 是的, 那些破土而出的嫩芽, 只不过是一种与苏米极其相似的草籽。 而真正的苏米种子, 早就被提前煮熟了。 不是最瞧不起野草吗? 恰恰是最卑贱的野草, 给予了你们最虚假、最荒谬的希望。 我看着已然呆滞的索轮, 微微勾唇, 边陲小镇也好, 无城夜城也罢, 在这里, 我就是他们的守护神。 我在这里生长, 守卫这里的百姓, 家族几代人的血汗, 都洒在西北辽阔的疆土之上。 派人监视我有什么用? 没人会不认识自己所信仰的神。 只消一个眼神, 西北的子民就懂我要做什么。 那些种子从买回来的第一天起, 就注定会成为扳倒他们的武器。 索轮疯癫地嘶吼一声, 随即拔刀大喊, 我杀了你。 杀了我, 我推开窗, 指着窗外道, 你去告诉他们。 告诉追随你的部下们, 因为你的愚蠢, 他们即将困死在这里, 因为你的狂妄自信, 他们连杀出重围的机会都错失了。 而你, 现在却还想着杀死他们活命的唯一希望。 去啊, 去说呀, 皇子殿下, 你的部下日日不败神明只败我, 正期盼着我种出粮食, 好就他们于水火中呢。 佩刀光当一声砸在地上, 索轮万念俱灰, 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 收到信号的南州大军一举破城。 不费一兵一卒, 无成收复。 前来收复吴成的参将是我的异地涅免。 三年前, 我离开西北时, 他还只是个稚嫩的少年。 现如今他领兵破城, 身姿萨萨, 俨然是长成了的风采好男儿。 见到我的那一刻, 他的眼圈迅速红了。 阿姐, 你受委屈了? 我微笑问他, 我出现在这里, 你似乎一点也不奇怪。 他低声答道, 阿姐完婚, 陛下有旨, 不许西北将领入京, 可我放心不下, 想着总是要去贺一贺你的, 结果那日远远瞧见身形, 便知那不是你。 你倒细心, 我愧叹一声。 边垂村民来禀, 说见到阿姐与仙人在一起采买种子。 我想起小时候, 阿姐曾给我讲过月王勾剑的故事, 便立刻派人连夜烹熟了种子, 还封锁了消息。 阿姐放心, 如今没有人知道阿姐在此, 就连陛下也以为我要应攻无成。 涅缅取下腰策配件, 恭敬地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 正是当年我所使用的那一把。 曾经为了虚无缥缈的情意和皇后的宝座, 我亲手将它砌至西北, 却不想兜兜转转十几年, 重活一世, 它竟再次回到了我的身边。 涅缅郑重问我, 将军, 无城内的仙部残军应当如何处置? 佩剑蒸蒸出鞘, 剑身寒光凛凛, 映射出我毫无波澜的双眸。 斩草除根, 片叶不留, 属下遵命。 我望向夜城的方向, 漫天的战火仍未平息, 厮杀与哀嚎还在耳边回荡。 这一次, 我一定不会放开握剑的手。 夜城是西北最大, 也是最集中的军事枢纽, 他的尸首无疑给了风雨飘摇的南州一记重创。 偏偏仙族的三皇子鹰宅还与我有着血海深仇。 当年, 他派兵偷袭, 掳走了我的母亲。 母亲不愿受辱, 自尽身亡。 一怒之下, 我带着父亲拨给的一小匹人马, 靠着隐蔽作战, 直抵鹰宅老巢, 血洗整个仙族分布。 自此, 聂应遇三个字成了鹰宅无法触碰的逆林。 现在, 他竟然主动提出要与我鄙视, 还派人在民间大肆传播战帖。 萧策很快坐不住了, 因为这战帖写得实在太诱人了。 上面写的是, 若他鹰宅输了, 不但夜城拱手相让, 甚至就连两国界限, 他也可以退让一百里地。 若他赢了, 则只需要聂应遇跪下给他磕两个响头。 这条件连我看了都心动。 再仔细一看, 笔试那一栏赫然写着两个字。 射箭。 那一瞬间, 我有点明白了, 索伦和鹰宅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秘密的通信方式。 索伦在临死前猜出我的身份, 将我费了一只手臂的事告诉了自己的哥哥。 所以这个所谓的战帖, 才会下得如此笃定, 如此的切忠要害。 鹰宅想通过毁了我的方式, 来毁了整个西北军的军心。 不过我还真要谢谢他帮我把萧策架在火上烤。 因为战帖以一种不可抵挡之事迅速传播, 很快, 南州的街头巷尾基本全在议论这件事。 萧策架苦不堪言, 应战吧, 我已经死了, 他上哪儿找人和鹰宅比试。 不应战, 渴望收复夜城的百姓一定会觉得他这个皇帝是个窝囊废。 这真是一个难解的局, 但天才如萧策, 却想出了第三条路。 他让聂春堂冒充我跟鹰宅比试。 比试那日, 萧策亲自挂帅, 带着聂春堂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夜城城楼下。 两军对峙, 难分高低。 我混在南州军的队伍里, 亲眼望着这对帝后恩爱和睦的样子, 只觉得莫大的讽刺。 我和聂春堂是亲姐妹, 身形容貌本就相似。 他再把面纱一戴, 倒还真挺能唬人的。 只是,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聂春堂眼在广秀下的手似乎正在颤抖。 鹰宅在城墙上喊道, 早就听闻聂将军神勇无比, 连野狼都敢只身猎杀, 怎么如今嫁了人, 竟连真面目是人都不敢了。 思南扯着嗓子喊道, 我们大舟的皇后, 岂容尔等萧小随意窥视。 鹰宅笑得愈发猖狂, 被你们奉若神明的聂应欲, 在我们仙人手底下 像狗一样摇尾起连地过了半年, 就连最低贱的军纪都不如, 还被折断了手臂, 是个废物中的废物, 你们如今参拜的这一位皇后, 只不过是他的替身罢了, 不信, 你们就等着瞧好了。 此话一出, 两军纷纷震惊, 真的假的? 不可能, 聂将军武艺高强, 怎么可能会落到仙人手里? 可是, 你们不觉得, 聂将军戴面纱怪怪的吗? 肖策眼眸一紧, 浓情蜜意地凑近聂春堂, 似乎是在安慰他。 我却瞧清楚了他的唇形, 他说的是, 好好射, 敢输你就死定了。 聂春堂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其实威胁他也没用。 聂家剑, 就连我爹来了也赢不了, 因为全天下, 只有我一个人会。 当年我的剑术是祖父手把手教的, 祖父其实是有心教习我们姐妹二人的。 奈何聂春堂志不在此? 他力气小, 不仅拉不动弓, 还常常抱怨, 功贤勒手。 久而久之, 祖父便也不再强求。 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 当时没认真学。 总之, 他大概是死定了吧。 应宅命人竖起靶子, 只见那靶子本就在城楼之上, 又用一根足有两丈的木桩绑定。 若没有绝对强悍的始发力量, 想要射中靶心, 难度着实不小。 万众期待下, 聂春堂勉强拉开了弓, 那只剑在弦上摇摇欲坠了许久, 总算对准了方向。 休得一声, 剑离弦而去。 聂春堂的力气实在太小, 眼看着那剑就要急转直下, 直直坠入泥地之中的时候。 下一刻, 另一支剑斜斜飞出, 剑尾镂空的部分比风速更快, 使得它发出如鹤立长鸣。 又如凤凰气血般尖刻的叫声,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是聂家剑, 正是斜着破云穿小的力度, 剖开第一支剑的聂家剑。 正中城墙上七寸高的王琪,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整蒙了, 他们琪琪回头看过来时, 目光有复杂, 有惊喜, 还有怨恨。 我慢条丝里地收起开弓的左腿, 淡淡挑眉, 聂家剑术第一条, 一草一木, 皆可为我所趋, 为我所用, 更何况是我自己的腿。 象征至高无上王权的王琪重剑, 原本还在看笑话的险军阵脚大乱。 鹰宅怒道, 聂应玉, 你说我王琪是何用意? 这不算你赢, 你简直卑鄙, 本王绝不会履行承诺。 谁要你履行承诺了, 我笑了笑, 放心, 我也不会履行承诺的。 鹰宅一愣, 待他反应过来想撤时, 已经迟了。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无数火球和滚石车 自树林两边使出, 涅免与我的配合, 向来天衣无缝, 什么将夜城拱手相让, 什么自退百里, 都不如直接灭他的国来得痛快。 五场瞬间化作战场, 萧策一路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来见我。 他眼中闪烁着不可思议的光芒, 应欲, 你没死。 你当真还活着? 我朝他迎迎一拜, 臣妾来迟了, 还请陛下恕罪。 萧策扶住我的手臂, 谋光阵战, 似有千言万语, 最后却都化为了一句指责。 应欲, 你必须得让涅免停战, 我们收了战帖, 输了就要认, 你这样公然地耍赖, 岂不是让人看我们大周的笑话? 我扶开他的手, 冷冷道, 陛下您有些神志不清了吧? 说完这话我才想起来, 他神志不清,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前世, 我受限于皇后的身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兵马一败再败, 被先祖打得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每当我心急如焚想要禁言时, 萧策都会以后宫不得干政为由将我痛斥一顿。 他忘了, 我曾是令先祖闻风丧胆的应育将军, 或许他没忘, 只是他是我如洪水猛兽, 怎肯放我出关? 毕竟他的天子尊严, 不容一个女人侵犯。 于他而言, 边境的战事不过是战报上一串串冰冷的数字。 但对我来说, 每一个将士都曾与我共饮一浆水, 同时一袋米, 是如手足般的存在。 前世我最重视的东西就是体面, 所以处处遵天子, 让夫君。 如今我算是想明白了,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面子, 什么尊严。 哪有人命重要? 肖册这个自私虚伪又善妒的男人, 我算是受够了。 随手拉来一个小兵, 我吩咐道, 陛下受惊了, 还不快送他回营帐休息。 肖册难以置信地瞪着我, 聂应玉, 你要造反吗? 我看了一眼肖册的心腹思难, 显然, 他还沉浸在那一件的震惊中,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崇拜。 嗯, 我说, 现在我决定要造反。 拿回叶城后, 我和聂缅并肩作战, 一路打到了最西边的仙部巢穴, 直接端了他们的老家。 自此以后, 整个仙部成为南州地图上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的声望空前高涨, 南州大街小巷全是歌颂我 如何如何英明神武, 以及我一键设下整个仙部的传说。 与之相对的, 则是被我软禁起来, 日渐暗淡地萧册。 京城送来的奏折我看了个遍, 基本确认我假死的这半年里, 萧册仍然没有清算干净废太子党。 前世依靠着收复我身后的武将集团 才勉强坐稳的皇位, 现在终于是岌岌可危了。 我提前以萧册的口吻写了一封密函, 吩咐礼部以最高的规格赢我凯旋, 凡二品以下官衔需得加到贵营。 阵仗闹得越大越好, 然后我再一个个亲自去服, 以体现自己宽厚仁慈, 顺便邀满人心。 萧册对此很是愤懑, 你对他们再好, 也掩盖不了你是个想要谋权篡位的乱臣贼子。 是吗? 我拿着笔在纸上勾勾画画, 废地萧册, 是凶篡位, 好难封, 爱敛财, 荒淫无道, 花病缠身, 天命不属。 好了, 现在我不是乱臣贼子了, 我是正义之师。 萧册气得双眼快要喷火, 放肆, 你敢污蔑朕, 朕是天子, 只有赢家才配叫天子。 曾经有个人教会我, 史书公笔是圣者独有的权利, 而现在我就是那个圣者。 我以一种审视的目光扫过他身上的每一处, 想要弄清楚前世我究竟是被什么迷了心窍。 最后我得出结论, 他也就这张脸生得好。 阿姐, 涅免眉心紧促, 你要收了他吗? 什么? 他悠悠地道, 面手。 我笑了笑, 结果他递来的手帕擦拭手指。 他还不够格,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萧册曾说, 他很想要废太子死, 因为只要废太子在一日, 他的皇位就名不正言不顺一日。 那些废太子曾培养的势力就会一直在暗中跟他较劲。 但是他又不敢, 他要顾及名声。 于是我成全了他。 萧册生辰当日, 废太子的首级被悬挂在城门市中。 一传十, 十传百。 皇帝师兄的罪名有了, 紧跟着篡位也就来了。 甚至不需要我出手, 废太子的手下痛失心中唯一的君主, 已经自动把萧册编排成了古今中外第一昏君。 这下, 名也有了。 我联合武将集团一路势如破竹, 攻占京城, 顺便吸纳一心想推翻萧册的废太子党。 至此, 文官被我邀买, 武官由我主管, 还有曾经的逆党为我保驾护航。 黄泉在我手中空前的稳固。 登基那天, 我特意去见了萧册。 我对他说, 当皇帝真好, 以前你教我的什么温良公简让, 都是假的, 你只是怕我抢你的。 萧册痛不欲生, 嘴里不停地咒骂着我, 什么不得好死, 什么不得超生。 我回答他, 拜你所赐, 我本来也没好死过。 坐上皇位的第二天, 侍卫来禀, 说聂春堂处逐身亡, 死相极为凄惨。 我很不理解, 毕竟我又没有苛待他, 只是让他在冷宫待一辈子罢了。 比起他对我做的事, 我已经够仁慈了。 直到看到他留给我的信, 我才终于明白了一切。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姐姐, 恭贺你荣灯大宝, 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教你, 毕竟我一直是恨你的。 小时候恨你抢走我嫡女的身份, 长大了恨你抢走我的侧哥哥。 萧册以为你死了的时候, 他宁可要柔家那个贱臂, 冒充你跟他完婚, 也不愿让我暂时坐一坐你的位置。 姐姐你知道吗, 我最近常做梦, 梦见自己身在草原上, 自由自在地坐着王妃, 被困在这身宫之中的, 反而是你。 可是好景不长, 你死以后, 涅冕主动请应, 用你教他的东西, 把先祖打回了他们的老家去。 先祖战败后, 我成了罪人, 又没有母族庇护, 死得很惨。 临死之前我许愿, 如果能重来一次, 如果能重来一次, 我定要留在宫里, 留在侧哥哥的身边, 可是姐姐你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又输了呢? 我不甘心, 我真的好不甘心。 读完信, 我有些哭笑不得, 也许他在临死前, 还在期盼着重生, 盼着上天, 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人活着的每一天, 何尝不是一种重生? 番外, 登基的第三个月, 我终于想到, 该怎么弄死消策了。 我将他带到荒无人烟的山头, 回身指着茫茫夜色, 笑盈盈道, 陛下你看, 三千将士, 他们的亡魂, 都在静静地看着你呢。 一道惊雷乍响, 照亮满山的数千座坟, 同时让肖册脸上的惊恐, 无处遁形。 他情不自禁地往后退去, 可他退不了, 侍卫正死死扣住他的肩膀。 你想干什么? 叶映玉, 你这个疯子, 你想干什么? 我很高兴地吩咐侍从, 即日起, 让他为我那无辜惨死的三千将士守灵, 每天每做坟科三个头, 记住, 不许他死了, 也不许跟他说话, 有三千战友在, 他不会孤单的。 我离开时, 听见他的嘶吼, 咆哮, 挣扎和不甘。 这声音当真是犹如天籁。 半年后, 世卫来禀, 萧策疯了。 他常常在偌大的灵园内, 自言自语, 边哭边笑, 还时常出言不逊, 咒骂陛下, 说陛下, 死得好。 彼时我正跟聂缅下着棋, 文言只是笑了笑, 他也就这点本事了。 命人严加看守, 不许他跑出来发疯。 涅免瞧着我的脸色, 斟酌道, 陛下似乎并不怎么高兴。 我有些苦恼地敲了敲额头, 先前让人准备了一壶毒酒来着, 浪费了。 柔家端出那壶酒, 正好摆在我与他中间, 涅免毫不犹豫地端起酒喝了个干净。 我有点惊讶, 你还真不怕死啊。 涅免取下官帽, 露出漆黑眼眸, 沉静的目光恭敬地落在我脚下。 然后他跪下, 沉声道, 暴君黄金台上亿, 提携玉龙未君死, 臣弟这条命是陛下救的, 何时要取, 凭陛下高兴就好。 我府长, 甚好甚好, 如此也不算是浪费了我的好酒。 说着, 我起身离开, 带我走到门口, 他才忽然嘀嘀道, 阿姐多保重。 翻外涅免。 涅应玉仰头一笑, 脚下步伐并不停。 宫殿的门打开又关上, 恰如曾经照在他身上的那束光, 如今终是要离他而去了。 涅免俯上心口, 那块冷硬的玉 早已经被他胸口的温度雾热了。 十岁那年, 他的父母被仙人所杀, 年幼的他被他捡回了军营。 起初他跟着军兵们睡大通铺, 可他常常梦魇, 他们嫌他吵闹。 于是他站了出来, 将他带回自己的营帐。 他这才知道, 眼前的女子并非常人, 而是整座西北府的未来的主人。 每个睡不着的夜晚, 他教她习字, 念书, 兵法, 甚至是秦义。 他送他这块他亲自求来的玉, 只为护他夜夜安稳。 他追随他的脚步, 替他分担许多血泪。 不知不觉间, 一生生的阿姐变了味道。 他动了心, 同时也决定要将这份心永远埋藏。 他刚才想说的其实是并不是暴君黄金台上义, 提携玉龙未君死, 而是生当赴来归, 死当长相思。 宫殿的门再次被推开, 念免睁开眼。 他的眼前人, 亦是他的心上人轻轻弹了弹他的额头。 喂, 你要不要当我的面首?